各位乡亲们大家好 欢迎回到黄季了 我现在在理发厅 然后今天要来剪头 大家有看我头发多长啊 所以今天想要来变一下 这样子应该2022年 是不是会有更好的运气 那我们就来看看 接下来会变什么样子吧 待会见 各位乡亲们大家好 欢迎回到黄季 有没有觉得清爽了很多 祝大家2022年新年快乐 一切顺利身体健康 还有这个浩劫可以赶快过去 就是COVID 然后让大家都赶快平平安安的 可以回到自己的家乡 或是为自己的未来做规划 好 讲到2022年呢 这是我在意大利的第13年 对 迈入第13个年头 那经过这13年以外 除了我讲中文的口音变得很奇怪以外呢 还有什么地方被意大利人通话了呢 那我们今天就来讲讲看这个吧 第一个 比特 比特是什么 比特就是坐浴马桶 这个卫浴设备呢 其实是法国人发明的 好像是在第17世纪的时候发明的 那从法国人发明以后呢 就开始在欧洲广为大家使用的 其实法国人已经慢慢的不再使用这个比特了 反而是意大利人家家户户都会有这个比特 这个比特就是在马桶上可能大小便完了以后呢 然后就是直接转移到这个比特去清洗干净 就不用把全身弄得湿湿答答的 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发明 而且意大利人呢 家家户户基本上也都会购买 就是专门清洗丝处的那个清洁液 对 叫做Saugella 这个是我觉得蛮特殊的 因为我以为只有女生会特别准备这个东西 男女老少都一样 再来呢就讲到饮食方面了 因为我觉得饮食方面 其实意大利人真的影响我蛮多的 意大利人呢也分三餐 但他们的时间跟吃的东西跟亚洲非常的不一样 他们的早餐呢大部分是吃咖啡配饼干 或是咖啡配饼干 或者是咖啡还是配饼干 那这个咖啡有分 比如说有些人会比较喜欢喝cappuccino 那有些人会比较喜欢喝cappuccino 但是他们的早餐是以糖为主的 就是他们不吃咸的东西 对我来说 这个是蛮大的一个挑战 因为像我以前大学的时候 早餐都是在每人每买 或是饭团 就是蛮丰富 而且是咸的 所以刚开始要我吃意大利的 早餐其实是有一点抗拒的 因为吃一个礼拜还好 接下来一年都是这样吃 其实我觉得那个时候蛮痛苦 大部分的意大利人中餐都吃得非常的 嗯 light 就是轻食 他们并不会在中午的时候吃 口味太重的东西 呃 对他们的三明治是非常简单 就是一个面包切开来 里面放几个薰果腿 跟几片起司的这一种三明治 对我来说这也还蛮震撼的 因为你想想看 如果中餐呢有一个沙拉 跟一个牛排 两个呢都是10欧元 你会选择哪一个 当然是选择牛排啊 no 大部分的意大利人都会选择沙拉 因为他们觉得这样子晚餐的时候 他们才有办法有胃口吃更多的东西 再来呢 讲到晚餐的部分 晚餐呢 的时间跟亚洲吃饭的时间比较不一样 意大利人的晚餐时间是非常晚的 但是没有到西班牙的人那么晚 他们的晚餐大概开始的时间都在于 8点到8点半 甚至有的时候可能会约到9点9点半 意大利人就算 比如说只有我跟马可在家吃饭的时候 吃饭前一定要paricchi paricchi是什么 paricchi就是摆餐桌 所以比如说我们就会有桌巾 还有桌垫 想说有桌巾为什么要有桌垫 因为这样桌巾就不会弄脏了 那在我的想法里面就会觉得说 那直接铺报纸就好了不是吗 吃完就直接丢了为什么我还要洗 叉子刀子都要摆得好好的 然后我们才可以把餐点放在桌子上面 这是我觉得 我刚开始到意大利是觉得 只是多此一举的事情 但是可能这就是生活的一个小确幸吧 要一事感 一事感 对不是小确幸是一事感 意大利人无时无刻都在打招呼 邻居也要打招呼 不然你就是mare ducata 那进去店里面也要跟店员打招呼 重点是出来的时候你也要跟他说拜拜 不然你如果不做的话那你就是 也是mare ducata 然后不管你可能今天只是去 呃 外面的咖啡厅喝咖啡 喝完一杯咖啡 就大概三秒钟的时间要出去了 你要跟他讲 chia grazie 不然你也是mare ducata 就算你只看过他两眼 你还是要跟他打招呼 这就是意大利人的 可爱的地方吧 也算 因为就会拉近人跟人之间的距离啊 意大利人他们非常会社交这一点呢 随时随地你可能今天跟一个朋友A约好 他可能就莫名其妙就带了朋友B跟C 可是B跟C你可能只认识C 然后B你可能只看过两次 你们可能就要同桌吃饭 这个对我来说 其实我是有蛮大的障碍这样子 因为我觉得吃饭 同桌吃饭是非常亲密的一个行为 因为你要跟对方坐在那里两个小时 然后要讲很多很多的话 所以其实我是有点害怕的 我也是被训练出来 就是如何在一个不熟悉的社交场合里面 跟其他人就是打成一片 最好聊就是天气 你看这个天气最近这个样子 真的是怎么样 其实天气就 天气一年四季不是就这样子吗 这个是好聊的 但他们就很喜欢拿这个当作起点 再另外一个我教你们 以及赶快给我写起来 这个非常非常非常的好用 问意大利人的旅游计划 你们今年夏天准备去哪里啊 如果是夏天的话就问夏天 那如果是秋天的话就问秋天 如果是冬天的话就说那你们有冬天的时候有打算要去哪里啊 或者说圣诞节怎么庆祝 跨年怎么庆祝 然后你们的复活节怎么庆祝 然后说 就是什么话题都可以聊的哦 讲到冒犯别人这件事情 千万不要问意大利人你一个月赚多少钱 你家买多少钱 呃你去旅游花了多少钱 别人的一个隐私 虽然就是台湾的长辈也很喜欢说 啊你现在一个月赚多少钱 然后我就会 呃 呃 不想跟你讲 哈哈 开玩笑 哈哈 那再来讲到就是意大利人也是非常迷信的部分 那像上一次那个什么丢盐 大家也看到了 就是马可只能抓一把盐往我脸上丢那个 那也是一种驱血的方式 那还有不要什么不要在室内里面开闪啊 不要把帽子放在床上啊 这一类的 这都是他们属于蛮迷信的 去参加婚礼的时候尽量不要穿紫色 后来我发现是整个意大人都比较不会去穿紫色 因为他们觉得这个紫色呢 是属于一个呃 超灵异的颜色 然后也属于一个比较神秘的颜色 如果你把它拿来穿在自己身上的话 普通人哦 不是神职人员 那你就会招来厄运 那我有去查说这个这个事情到底是怎样 有发生一件什么事情 大家才会知道迷信吗 不可考 但是大家都这么说 所以大家要记得 你平常自己想穿紫色那也就算了 去参加人家的婚礼 千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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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穿紫色系的衣服 因为会让人家觉得你非常的冒犯他们 因为紫色是一个不吉利的颜色 尤其是在这么重要的场合 这就是今天的内容 然后希望你们喜欢新年新计划 就是讲在意大利被影响的事情 然后如果你们有一些疑问的话 也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诉我 那我现在就要来准备 就是弄了这一束头发了 弄不直 喜欢这支影片的朋友 请不要忘记订阅点赞分享 还有按起小铃铛 按起小铃铛 那我们就下次见 拜拜